在西方,某一個角落,有一批全教士乘搭上他們的全教路途波 與此同時,在遙遠的東方,又有一批全教士四出全道波 西方的全教士來到某個城堡的無線 最後,他們只好離開去其他地方 東方的全教士也去到某一個國家 他們在小集中大聲傳道,但最後又被官方阻止了 中西兩邊的全教士堅持著他們全教的信念 最後來到一個叫香港的地方 他們在維港兩邊四目相交,究竟是怎樣 有人猜他們會互相對馬 更有人說他們會打起家人 其實他們都猜錯了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32條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可以公開傳教和舉行或者參與宗教活動的自由 在某個城堡上,在某個城堡上,有一個有關